业主出500块维修水管 前提是不能砸墙 水管也不能移位置 这个地方漏水 因为在墙边的位置 普通的脚阀 你不进去怎么办 可以用这种日本进口的脚阀 这个脚阀下半部分单独可以移动 上半部分也可以移动 这样子轻轻松松就把它给装上去了 是不是很简单 特别方便呢 你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两个脚阀紧紧贴在一起 想要悬上悬不进去怎么办 你就可以装这种脚阀 直接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 可以分开拧 可以拧紧了之后调整方向 这样子轻松的解决 业主这个问题 不用砸墙 不用移水管 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水管给它接好 你看可以360度转 是不是特别简单 你觉得这种找法好不好用呢 一起学习啊